哈喽大家好,我是常烈 2023年3月26日 中国和红杜拉斯在北京共同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红杜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美国纽约时报昨天发文声称 红杜拉斯与台湾断交是对台湾的打击 也是美国的挫败 拜登曾试图阻止红杜拉斯 派出了他的老朋友多德 作为总统特使 到红杜拉斯劝说了三天 但无功而返 美国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事实 布林肯之前表示 这是红杜拉斯的主权决定 美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又说支持台当局在国际上做出更多贡献 台湾当局的另一只靴子总算落地了 不用再幻想美国爸爸能扭转局面了 无早些也不用再默念不要断不要断不要断了 其实很多老铁根本就不了解红杜拉斯这个国家 因为与台湾伟政权曾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大多又小又穷又乱 国际上也没啥存在感 我们要感谢蔡菜子天天教我们学地理 红杜拉斯是一个中美洲国家 面积11.25万平方公里 面积不大 人口不多 只有945万 红杜拉斯有矿 银矿的储量相当的丰富 在中美洲排第一 而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也很丰富 红杜拉斯的风景特别的优美 有着世界十大奇迹之一的大蓝洞 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潜水圣地之一 每年都有好多潜水爱好者专门跑来玩 老铁们就说人少地多有资源 还有迷人的风景 红杜拉斯的小日子一定过得是很滋润才对 但实际上红杜拉斯是拉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2020年GDP总量只有238.28亿美元 跟咱们国家的理想汽车市值差不多 人均GDP只有2405美元 是我国的五分之一 比印度多300 比越南少300的水平 而且该国的贫富差距极大 7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且这么一个风景优美的国家 却无法大力的开展旅游业 因为红杜拉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老百姓上街那都相当于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了 2019年12月 红杜拉斯的一座监狱 三天之内就发生了两次扫乱 犯人们在监狱里都不是大打出手了 而是拿着枪直接对射 结果就是36死 18伤 管在监狱里的犯人都玩得这么骚 老铁门就想一想 街头上得啥样了 2009年 红杜拉斯的谋杀率成功超越了他的邻国 撒尔瓦多并在2011年达到了人类现代文明里的顶峰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红杜拉斯平均每10万人里面就有83.76人被谋杀 比我国高了将近100倍 第二大城市圣佩德·罗苏拉更是世界谋杀之都 每天差不多有20个人死于谋杀 一名红杜拉斯神父是这么说的 魔鬼撒旦就住在圣佩德·罗苏拉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红杜拉斯会成为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呢 1821年 红杜拉斯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 独立后马上就被大漂亮给盯上了 因为红杜拉斯特别适合种香蕉 所以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通过收购土地和种植园 逐渐垄断了红杜拉斯的香蕉产业 而被这家公司控制的地盘 实际上那就是国中之国 不仅垄断了当地的电力 铁路 航运 而且还有自己的警察和军队 政府根本就管不了 到了1913年 红杜拉斯九成以上的外贸都被美国控制了 进而公司还翻过来管理国家 只要红杜拉斯总统不听话 那么就派军队发动政编 换一个总统呗 从此 红杜拉斯就沦落成了一个 专门给美国种香蕉 其他生活用品几乎全靠进口的国家 1928年 三千名工人因为工资太低而罢工 结果被公司血腥镇压 三千名工人全部被杀害 而美国政府只承认死了不到十个人 后来披露的美国领事电报 虽然接近了真相 但也只有死者超过千人 这么一句冷冰冰的话 联合国品公司在红杜拉斯 乃至整个中美洲的土霸王时代 持续了几十年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结束 但红杜拉斯老百姓的苦日子 却远远没有结束 七十年代随着西皮士的兴起 美国的毒品问题开始泛滥 虽然美国花大力气禁毒 但架不住国内庞大消费市场的需求 同时南美洲又盛产着玩意儿 而夹在中间的红杜拉斯又变成了毒品运往美国的中转战 好多红杜拉斯人就跑到美国去贩毒 警察抓来抓去 结果人数太多了 把美国监狱给挤了个水歇不通 美国一看 卧槽这不行啊 花一大笔钱养这些毒贩 实在是太心疼了 于是大腿一拍得泪 您哪来的回哪去吧 把这些毒贩又送回给红杜拉斯了 面前是美国的超级大市场 背后是南美的海量供应商 自己还手把着狭长的美洲大门 再加上空降到这个国家 在国际化大都市建国大市面的几万毒贩精英 红杜拉斯的治安一夜之间就崩了 这些天降火蝶很快在红杜拉斯建立起各式各样的黑帮 什么来钱快那就干什么 谁不听话那就干谁 成天就是在街上上演帮派火兵 黑帮们互相吞并来吞并去 逐渐合并成了两股最大的黑帮 一个叫MS-13 另一个叫白若-18 而这两股黑帮势力 从根本上都起源于美国的洛杉矶 黑帮如此的嚣张 那警察为什么不管呢 原言就在于黑帮势力实在太过庞大 大到警察也根本管不了 所以警察经常是观望 看哪一派最近比较嚣张 就拉另一派来一起收拾这一派 久而久之 警察队伍也就逐渐被黑帮腐蚀了 有数据显示 红杜拉斯的警察有将近一半 是拿着两分工资的 白天上班的时候 就是警察 晚上下了班 那就是黑帮了 红杜拉斯老百姓 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 于是纷纷离家出走 向大票量进发 2018年 大批红杜拉斯难民 为了躲避黑帮 组成了大鹏车车队 浩浩荡荡 直逼美国 把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吓得 都直接往边境增了兵 2021年 又有8000名难民一路北上 边境的警察根本就拦不住 国家一共就900来万人 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人逃跑 目的还是为了躲避黑帮 老铁们就说 这红杜拉斯都被美国 祸祸成啥样了 而最近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 蔡正元讲了一个小故事 说2009年 红杜拉斯爆发军事政变 总统塞拉亚被逮捕 并流放到了哥伦比亚 他妻子和女儿 逃到台湾当局的 大使馆请求庇护 结果台湾方面 只收留了他的女儿 而拒绝了他的妻子 也就是今天的总统 卡斯特罗 他最后是躲进了 巴西大使馆 一百多年以来 红杜拉斯要工业 没工业 要科技 没科技 要商业 没商业 只能卖咖啡豆 香蕉 海产品 有美景 却无法开发旅游业 有港口 却无法建设 因为没有资金 美国拒绝投资这里的基础设施 而且还试图阻止他们 接受咱们中国的投资 老铁们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时 撕开那件民主外衣 里面的内容就是干涉 暗赏 政变 入侵 周而复始 把美国惹急了 白宫还会任命街头总统 委内瑞拉的瓜伊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典范 在美国与中国影响力 此消彼长的历史潮流之下 台湾伪政权根本就不重要 洪杜拉斯选择与中国建交 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的 同时也是现实的遭遇 促使他弃暗透明 洪杜拉斯唯有走独立自主之路 才能摆脱黑暗 走向光明 老铁们 中美洲必将成为 中美全球博弈的战场之一 根本不是跟台湾抢邦交国的问题 而是我们中国农村包围城市 大战略的一环 中国的崛起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绝不是蔡蔡子这般跳梁小丑们 能够阻挡的 最后再跟台独警蛙说一句话 谁不把自己当中国人 我们就不把你当人